爱尔登法环宇7月30日推出了新版本1.13更新 经过整理后当中共有12个新内容重点 1.PVP对玩家战斗时的9项平衡调整 4种武器类别提升轻攻击造成的硬直效果 轻大剑反手剑格斗术兽爪 8种武器类别双手各持一把武器时 提升攻击造成的硬直效果 直剑 刺剑 曲剑 刀锚 软鞭 拳头勾爪 武器黑夜爪的投资攻击提升攻击造成的硬直效果 熔如薄翼护服与熔如拳护服 后跃闪避玩家的攻击时缩短无伤的时间 战机勇猛四肢斩 再次发动时攻击调整为较容易命中目标 初次攻击时降低玩家受战机攻击时的硬直动作幅度 两个战机缩短闪避玩家攻击的无伤时间 野兽突袭和死角一击 战机发进蓄力发动时降低承受其他玩家攻击的强韧度 模仿米利安的消失缩短闪避玩家攻击的无伤时间 稻稿骑士雷电枪 提升丢职的雷电枪威力降低徽章释放的雷电枪威力 降低伤数两种雷电枪让玩家受攻击时的硬直动作幅度 而武器的八项游戏平衡调整 轻大剑的武器在对上玩家以外的敌人时提升蓄力攻击造成的硬直动作幅度 三个武器提升了强化时的攻击力强化率 连射弩多吉发弩拉巴斯大炮 艾波利亚提升在恢复光辉时的圣属性攻击力 降低恢复光辉所需的攻击次数 拉长保有光辉的时间 刘文大锤投掷大锤时旋转敲向敌人的攻击 提升造成对方失去平衡的能力 磨向拳头关于击出整个拳头的攻击 玩家的手部增加攻击判定 多吉发弩使用具有异常状态效果的弩剑士 降低敌人的异常状态量表的累积量 黑夜盾提升对物理攻击的防御时减伤率 黄金狮子盾提升防御强度 三护服的两项游戏平衡调整 理智角视频以及其加一和加二版本 增加提升理智度的幅度 护服疾病护服关于陷入异常状态后 遇上同样的异常状态时能提升抵抗力的效果 增加了与该抵抗力相关的异常状态都会降低量表累积的试定 四战绩的14项游戏平衡调整 勇猛狮子盾提升初次发动战绩时的攻击威力 与造成敌人失去平衡的能力 迅斩缩短发动战绩时踏出步伐的距离 加长攻击后的硬直时间 融入百项之余 提升威力以及战绩发动中的回旋能力与强韧度 光束盾调整为依照武器攻击力与能力加成 决定光追击的威力 冤魂盾提升冤魂的威力 以及对防御的敌人造成的精力消耗 执刃提升疯狂会砍的回旋能力 三个战绩在对上玩家以外的敌人时提升威力 大上端脚降灵脚降灵之风暴 割草提升攻击动作的速度 罗密纳的解恶提升战绩发动中的强韧度 红熊猎法提升威力和战绩发动中的强韧度 冤魂射击使用具有异常状态效果的剑矢 降低敌人的异常状态量表的累积量 连射弩的射击调整为随着强化后的武器攻击力和决定威力 若小王的电火降低给予敌人的异常状态发光量表的累积量 黑夜市凤环 关于防住敌人攻击的当下立刻发动战绩的效果 提升威力和造成敌人失去平衡的能力 五魔法的五项游戏平衡调整 魔法三挥剑提升威力 炎块刀刃提升没有蓄力施展时的威力 调整蓄力施展时第一支三下攻击的威力 增加攻击距离加快攻击开持的速度 两个魔法提升威力与追踪敌人的能力 会使直爪会使反直爪 拒绝的刺调整为所有刺都会追踪敌人 降低威力给予敌人的异常状态出血量表的累积量 对防御的敌人造成的精力消耗 造成敌人失去平衡的能力 两个魔法提升威力和异常状态动伤亮表的累积量 灵魂光环融尼旋 六道搞的九项游戏平衡调整 小黄金速提升HP的恢复量 游影之地提升黄金实力追踪敌人的能力 旋流提升攻击开持的速度 守护灵提升冤魂追踪敌人的能力 神兽龙卷风提升威力 在对上玩家以外的部分敌人攻击命中时增加击飞效果 龙卷风调整为较不会因为装上地形而消灭 火焰与提升威力缩短攻击命中敌人的间隔 如格丽娅的咆哮提升威力也造成敌人失去平衡的能力 安帕赫的狂刃提升威力 腐败蝶提升异常状态星红腐败量表的累积量 缩短连续伤害发生的间隔扩大攻击范围 七骨灰的25项游戏平衡调整 灵灰必要在5级或以上时 提升灵魂的攻击力也减少率的上升程度 但不包括仿生类低 在骨灰强化到加8以上时提升灵魂的HP与攻击力 同样不包括仿生类低 七十一个骨灰提升了对抗失去平衡的能力 徘徊权贵权贵魔法石流 让民族腐然常生者海骨民兵 海骨三贼白金智子 带翼混种亚人集团疑人 神域重行者 人形苍蝇 离群野狼腐败野狗 大老鼠战鹰 陆生海峭灵魂水母 蜘蛛蟹子 冲尖牙小恶魔 大嘴小恶魔 守木鸟 特攻先锋群 超攻士兵 大盾士兵 随从恶兵 人偶士兵 鸟生人偶士兵 凯丹雍兵 发狂南瓜头士兵 火焰习武 修士 祖灵之名 角战士 亚兹拉的兽人 蛇人 结晶人 腐败眷属 血怪诅咒事 会时魔法师 双仙 魔法师 卡文官 格瑞克士兵 雷亚 卢卡利亚士兵 罗德尔士兵 拉塔恩士兵 圣树士兵 灵妙士兵 梅瑟莫士兵 风暴音 天涅 思乡 骑士奥雷格 思乡 思乡 骑士 英格 维尔 猎犬 骑士 弗罗 黑骑士副团长 修 黑骑士团长 安卓士 火焰 骑士 希德 战场魔法师 尤格 白金 之子 勒提纳 条乡 托利夏 多罗 条乡 是卡尔曼 黑焰 西武 修士 亚蒙 骑士 米拉 亚人 骑士 月息 古龙 骑士 克里斯 托弗 红狮子 骑士 奥迦 黑道 迪西 尊斗 骑士 分雷 神鸟 战士 奥尼 无头 骑士 路提尔 二兆 猎猎人 罗洛 24个骨灰 提升了物理攻击力 战因 灵魂 水母 蜘蛛蟹 大嘴小恶魔 海丹 傭兵 梅士 莫士 兵 骑士 米拉 祖林 之名 激进人 发狂 南瓜 头士 冰 风 暴 云 天涅 四乡骑士 奥雷格 四乡骑士 英格 威尔 黑骑士 副团长 修猎犬 骑士 弗罗 黑骑士 团长 安卓斯 战场 魔法师 尤格 白金 之子 勒提纳 雅人 剑士 月息 二兆 猎人 红狮子 骑士 奥家 无头骑士 路提尔 尊斧 骑士 分雷 黑验女巫 与骑士 的傀儡 二十个骨灰 提升了HP 战营 陆生 海峭 卡文 管 调香 是脱力下 灵魂水母 守木鸟 开弹 用兵 梅士 莫士 兵 周见 是米拉 火焰 喜舞 修士 黑焰 喜舞 修士 雅蒙 角 战士 雅 之拉 他的兽人 风暴 银 叽 猎 猎 猎 骑士 弗罗 白金 之子 勒提 那 雅 人 剑士 月 二兆 猎 猎 人 罗洛 神鸟 战士 奥尼 西 黑夜 女巫 与 剑士 的傀儡 九个骨灰 提升了对物理攻击的减伤率 四乡骑士 奥雷格 四乡骑士 英格 维尔 黑骑士副团长 修猎 猎 独猎 黑骑士团长 安卓斯 无头骑士 路提尔 古龙骑士 克里斯 托弗 红狮子 骑士 奥迦 尊斐 骑士 分雷 七个骨灰 提升了火属性攻击力 战鹰 大嘴 小恶魔 火焰 喜舞 修士 黑焰 喜舞 修士 雅蒙 火焰 骑士 希德 多罗 调香 斯 卡尔曼 二兆 猎 猎 罗洛 四个骨灰 提升了魔力属性攻击力 守木鸟 战场魔法师 尤格 白金 资子 勒提纳 雅 人 剑士 月西 三个骨灰 提升了生命力 湖南的傀儡 生命之剑 朵罗 类似的傀儡 食分子的傀儡 两个骨灰 提升了给予敌人的异常状态 中毒量表的累积量 灵魂 水母 蜘蛛蟹 两个骨灰 提升了生命力和灵巧 黑夜骑士 约 约 月蓝 与安娜 两个骨灰 提升了生命力和信仰 火焰骑士 昆蓝 指头女巫 瑟罗 利娜的傀儡 两个骨灰 提升了雷属性攻击力 雅兹拉的兽人 古龙 骑士 克里斯 托弗 两个骨灰 提升了对圣 属性攻击的减伤率 古龙 骑士 克里斯 托弗 尊服 骑士 分类 蜘蛛蟹 这些提升除了打击属性和火属性攻击以外的减伤率 脚战士提升除了吐击属性攻击以外的减伤率 血怪诅咒时提升给予敌人的异常状态出血量表的累积量 风暴 银停烈 拉长提升我放攻击力的有效时间 黑骑士团长安卓斯提升肾属性攻击力和防御强度 古龙 骑士 克里斯 托弗 提升对雷属性攻击的减伤率 红 狮 骑士 奥加 提升对火属性攻击的减伤率 扶尊骑士 分雷提升对魔力属性攻击的减伤率 神鸟战士 奥尼斯 提升除了吐刺属性以外的物理攻减伤率 古龙 扶柔 伤克 时提升感应和所有属性攻击的减伤率 增加发动战机 稻稿的频率 提升使出特定攻击时套用强热度的速度与持续时间 涅斐力路的傀儡提升生命力和力气 八 提升在特定区域能召唤的NPC的能力值 金针骑士雷达纯雪骑士安帕赫和修理耶 九武器的六个修正错误 按约搭建部分轻攻击给予的伤害过低的问题 战稿在选单上的物理攻击属性标示 迅猫部分攻击的威力与敌人的受损动作 以及攻击判定开始的时间点有误的问题 与左手装备挑香品类武器时 双头剑护服会没有效果的问题 凸刺盾的武器类部分攻击的物理攻击属性设定有误的问题 五种武器类别 以特定方式能使用原先无法使用的剑大剑弩剑大弩剑 小弓长弓大弓弩炮 十战机的七个修正错误 一部分武器发动战机勇猛师之斩时 攻击难以命中敌人的问题 在没有达到使用武器拉纳舞蹈剑的必须能力值 发动战机无尽之物时会消耗FP的问题 战机宰恶之物部分攻击的物理攻击属性设定有误的问题 武器黑夜爪的战机多重投资 物理攻击的属性设定有误的问题 三个战机在有无FP的状态下发动时 没有正确设定性能差异的问题 王朝连机野树突袭连射弩的射击 战机野树突袭王朝连机使出重攻击的追击时 出现异常动作的问题 部分战机在测定条件下会出现异常动作的情况 十一魔法和稻稿的七个修正错误 在特定条件下原本能在空中使用的部分魔法和稻稿 会变得无法使用的问题 以左手执行稻稿黄金弯弧时攻击开始的速度比右手执行时更慢的问题 修正稻稿火焰与不会命中敌人的问题 稻稿安帕河的狂刃攻击时没有累积异常状态出血量表的问题 在特定条件下使用部分魔法稻稿时的移动距离有误的问题 执行稻稿鲁格利亚的咆哮时会被中断的问题 魔法守护指头的攻击不会命中敌人的问题 12.其他的22个改善是基于修正错误 在灵马死亡后使用道具灵马少敌在一次召唤他时 出现的讯息是从选项改为确定取消 选择狂的预设位置为确定 特定头目战区域内的NPC召唤记号调整了其位置 并且在显示触碰金式召唤记号时按下按钮就能召唤NPC 防具光芒投冠 没有正确套用强化稻稿米凯拉的光威力的效果 骨灰防身内地的灵魂 在使用部分魔法稻稿与战计时的行动问题 召唤的协助人数达到上限时 能利用特定方式召唤NPC的问题 部分道具的图示设定有误的问题 在特定情况下打倒指头之母尤米尔之后 立刻结束游戏或进入读取画面 有可能因此无法正常推进剧情 以及获得道具的问题 无法对部分敌人使出致命一击的问题 特定敌人的部分攻击判定设定有误的问题 打倒部分敌人后无法获得如人的问题 在特定情况下敌人没有正常行动的问题 部分区域多人连线游玩的范围设定有误的问题 在特定情况下入侵其他玩家的世界时入侵点设定有误的问题 关于地图选单 游影之地的部分NPC图示没有正确显示的问题 游影之地的地图以及道具地图碎片的部分图案设计修正 部分情况下的过场动画没有正确显示的问题 部分营销没有正常播放的问题 部分特效没有正确显示的问题 关于在二周末打倒DLC区域的敌人时 获得的如人过敌的问题 其他需修正的错误和需改善的游戏表现 Steam版本在重新启动游戏时 反据此品质会自动设定在高楼问题 更新档案1.12的时候发生了工作人员名单登记错误的情况 至于即将与后续的更新进行修正 本次差不多和DLC推出时的改版一样 官方做出了大量的平衡性调整 拒绝的是没有意外的被削弱了 陶克能力相信也大大降低了 惊喜的是大部分骨灰都获得了加强 看过以上内容后大家觉得这次新版本如何呢 当中有没有改动影响到你吗